下個星期一新選出的立委就要宣誓就職 而沒有連任的立委大多已經搬出了國會的研究室 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 也要卸下26年的立委身份 今天上午他特別回到了立法院 來一場告別巡禮 來到四年前和立法院長王津平 一起宣誓就職的地方 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記憶猶新 送上馬克杯辣椒筆等紀念品 黃秀柱特地在卸任前最後一個上班日 來一場最後巡禮告別立院 探訪各處市和記者市 回顧立委生涯整整26年 朱朱姐對國會仍事務難捨不言的表情 以往二十幾年當中 質詢留下了很多覺得滿有趣的一些回憶 當然在這四年副院長任內 可以看到每個委員的問證的特色 跟官員回答的方式 覺得很有趣 這環境當然就我的辦公室了 有那麼多的助理 剩下就異常了 還是看家看 黃秀柱來到院長室 沒見到院長王津平 但王津平也將要搬出這裡 立法院長王津平在2月1號卸任之後 就要搬到立法院正江會館的這間研究室 雖然立院李玉王津平可以先裝潢新的研究室 不過現在還沒整理好 地上依舊散步凌亂的各式獻財 其他沒有連任的立委 大多已經人去樓空 清潔人員進駐打掃 改朝換代新國會2月成立 立院正加緊腳步迎來新氣象 雲電TV許永遠之鋼 台北報導